喂 秦先生 陈墨被取保后审了 公司现在什么情况 王嘉慧现在可是春风得宜 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他消失 你不动手 我动手 你总是做这些冲动无脑的事情 破坏我的计划 你不会好好待着吗 你什么计划呀 你的计划是继续回去吃软饭是吗 你再给我说这样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你想对我怎么样 陈墨 我问你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给我孩子一个嫁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想要你 跪下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关系成功 老公 不会是有人暗恋你吧 你之前不是一直在找BGG的投资码 我托人见到老板了 拜托你了 秦先生 老公 你吓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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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婆 好久不见啊 陈墨 你是不是去保险柜里面找东西 还没找到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东西我拿走了 想要 想要也可以啊 想离婚都行 提条件吧 真爽快 好 我就要一笔款 要现金 好 三天以后 你还记得 我给你求婚那个地方 我在那儿等你 我在那儿等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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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你又要钱 是用白鸠和陈飞来杀人是吧 我们早就报警了 如果你自己不想过逃亡的日子 就快点自首吧 就快点自首吧 白鸡 坏过好事啊 小姐 你赶紧去收拾东西 你赶紧去收拾东西 我这就收拾行李 跟你回老家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但是 我明天得回趟公司 你明天一早来接我 那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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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